第383章 挑衅 下 他所说的那话也是半真半假 只有一些他所认为的贵宾才会奉送筹码 毕竟他们家虽然在这赌船上有股份 但是这些筹码可是要他自己掏腰包的 郑兄 好意心领了 不过这赌钱还是用自己的好 对了 在这里怎么兑换筹码呢 中瑞笑了笑 他和郑华的关系还没有进到这种地步 虽然自己并不依仗外公家的权势 但是中瑞也不想以后有人拿自己说事 毕竟拿了别人的手软 万一这郑华日后要是对自己提出什么要求 那帮还是不帮呢 好 老弟 你和欧阳老哥还真是一个脾气啊 郑华见到中瑞坚持不守 就把手中的筹码收了回来 上次欧阳军来的时候 也是宁愿自个掏钱 也没有接受他的筹码 郑华心里明白 越是地位高的人 越是不会白白领受别人的这些小恩小惠 所以郑华也没很在意 带着中瑞来到筹码兑换处 说道 在这里可以用现金兑换筹码 也可以用瑞士银行的本票 对了 大陆在香港要是设有银行机构的支票 也可以使用的 中国银行的支票也可以 中瑞是学金融的 自然知道瑞士银行的本票 值得就是由瑞士银行开出的 承诺无条件付款的银行票据 在国际上可以当作现金来使用的 他只是没想到 中国银行的支票也可以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昨天特意准备的三万港纸币 就用不上了 当然可以 那好 给我兑换五万元的筹码吧 嗯 要两个一万的 四个五千的 剩下的全部都是一千的好了 得到郑华的肯定答复之后 中瑞拿出支票本 开出了一张面值五万元的支票 递到了兑换处 中瑞刚才看到 郑华递给他的筹码 有好几种颜色 猜想可能就是和电影上演的一样 面额不同 颜色也不同吧 果然事情和他想的一样 里面的工作人员 在检查了一下支票之后 从窗口推出一叠薄薄的 大小不一的筹码来 中瑞拿在手里翻看了一下 最下面那两张一万的筹码 无论是厚度和大小 都要比上面五千一千的筹码 大出一点 并且外面还度有一层透明的硬塑胶 制作得很是精致 郑华看到中瑞在旁边翻来覆去的 打量着手中的筹码 出言说道 卓老弟 这些筹码可都是特制的 有防卫标志的 赌场不问你筹码的来历 拿着他们就可以兑换现金的 抢到的筹码也可以 中瑞想起以前看过的电影 不由问了一句 当然可以 不过他们要能抢到才行 还有 想到了 也要够胆子来对话呢 郑华文言向了起来 别的不说 就这艘赌船上的武装力量 已经可以与一艘小型战舰相提并论了 除了没有重炮之外 其余的轻型武器是应有尽有 榴弹炮都有不少 根本就没有哪只海盗武装敢来打劫的 像赌场之类的地方 武装力量都是很强的 澳门赌场开了那么多年 每天从中流出的资金都有上亿元 也没见有人敢去抢劫 像以前香港的张子强叶欢 拿着AK就敢在大街上和警察对摄 可谓是汉匪了 去到澳门 也是老老实实的掏钱买筹码 根本就不敢张狂 当然 也有一些小的赌道 经常会传出被打劫的消息 但那都是一些当地的小混混组织的 即使能抢到筹码 给不给兑换还是两说呢 对于郑华这样的人来说 那些小赌道天天被抢才是好事呢 省得客源分流了吗 宣兵 给你一半 咱们去转转吧 庄瑞将手中的筹码分出了一半 交到了秦宣兵的手上 回头又对郑华说道 郑兄 就不麻烦你了 宣兵他懂得规则的 行 那你们放开玩 有事了 打我电话 郑华点点头 他今天做的已经够多了 并且庄瑞也领了情 再赔下去 就显得有些丢身份了 再怎么说 郑华也是堂堂正式珠宝的太子爷嘛 走在熙熙攘攘的大厅里 庄瑞心中有点乐 这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国内一般 耳朵里听到的基本上都是普通话 可见现在国内的有钱人越来越多了 庄瑞 你要赌什么呢 秦宣兵见到庄瑞脸上带着傻笑 一直都是顺着人流走动 并没有往那些赌台上靠 不由奇怪地问道 随便什么都行呀 反正我都不会 庄瑞从小除了在街口 看过那个拿个破碗读狮子的 还真没接触过赌这个字 流川的父母和欧阳碗 虽然对儿子管家的都比较宽松 但是对于赌博 却是抓得很严 庄瑞记忆中唯一一次 屁股上被母亲打 就是打扑克赢了十块钱 拿回家显败那次 所以庄瑞虽然眼中灵气 可以透视物体 但他也只是去分辨玉石古董 从来没有想过 要用这异能去赌博赚钱 即使现在手头缺钱 并且也来到了赌场 他也就是想凭借着运气玩玩而已 并没有动用异能的意思 庄瑞那边热闹 咱们去那里玩吧 庄瑞忽然看到 在前面有一张 两头完全一样的长桌 中间部分是空的 里面站了三个人 然后围着那三个人一圈 摆放着十多张转椅 在转椅旁边更是围满了人 非常的热闹 秦玄冰看了一眼 说道 那是个百家乐 你也会玩 百家乐 庄瑞重复了一句 然后很肯定的说道 不会玩 庄瑞的话 说得秦玄冰哭笑不得 不会玩你凑什么热闹呀 不过看到庄瑞已经挤了过去 他也只能跟在身后了 庄瑞挤到桌前 观察了起来 他发现 桌子上面有十四个号码 每个号码都对应着一个人 但是却从十二号 直接跳到了十四号 回头问了秦玄冰一句才知道 感情这老外也迷信 认为十三不吉利 于是第十三位玩家 入座十四号位 在每个转椅的前方 都有一个下注的区域 分别为三个下注区 上面用中文写着庄稼 闲家或是合局 庄瑞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加上秦玄冰的讲解 慢慢地明白了百家乐的玩法 这百家乐一般使用八副牌 每副五十二张牌 不包括大小王 河馆洗完牌后 把牌放在发派箱内 玩家在发牌前选择在下注区域压哪一方 只能在一处压注 压完注后开始发牌 庄贤两方均会收到至少两张牌 但不会超过三张 根据百家乐的规则 总点数最接近九点的一方获胜 压闲家赢钱 一赔一 压庄家赢钱 也是一赔一 但是需要从赢钱中扣出百分之五的佣金 也就是俗称的抽水 如果双方的总点数相同 那就是压平局者获胜 赔率是一赔八 牌点的算法是 花牌 JQK 以及十点牌都算作零点 A牌算作一点 每手牌的牌点 等于各张牌牌点总和的各位数 也就是说 你拿到一张九和八 最后的点数 就是九加八之后的七点了 宣兵 我来玩玩 钟瑞看了一会儿之后 有点跃跃于是了 正好在他身旁的一个人 筹码输完离开了 钟瑞连忙坐了上去 拿起手中的筹码 对着桌子看了起来 这看别人玩和自己玩 感觉还真是不一样 钟瑞刚才在旁边看的时候 还知道怎么下注 但是现在到了他自己 拿着筹码 就不知道往哪放了 投注离手 朋友们要买的抓紧时间下注了 马上就要发牌了 站在中间的盒棍 吆喝了起来 钟瑞心中有点着急 拿了一片筹码 也没看金额 直接就放到投注去的 那个盒子上了 钟瑞 你怎么买盒呀 几率可是很低的 啊 你还买了一万 秦宣兵看到钟瑞的举动 颇是有点无敌自容 这也太外行了吧 虽然说压盒的赔率很高 如果压中的话 一万就会变成八万 但是那种几率是非常低的 秦宣兵看着一脸无辜状的钟瑞 无奈的说道 好吧 说不定咱们就能买中呢 宣兵 你以为他是汉博呀 压什么中什么 筹码不多 小心输完了还要去换 钟瑞本来还想问 能不能重新压住的 耳边突然传来那个叫牛红的 幸灾乐祸的声音 从钟瑞他们进入到赌厅 牛红就注意上了 只是钟瑞一直都没有上桌去赌 牛红也没找到奚落钟瑞的机会 现在看到钟瑞压了一万元到核举上 差点把他的大牙都给削掉了 钟瑞 还可以改的 你换个鸭也行的 秦宣兵拉拉拉 庄瑞的袖子 牛红还真像是个藏颖 在旁边煽风点火的说道 是啊 现在还不迟 等会儿可就不行了 第三百八十四章 百家乐 牛公子很清闲嘛 庄瑞没有去动桌子上的筹码 而是扭过头来 对牛红笑了笑 牛红愣了一下 他不知道庄瑞是什么意思 瞪起了眼睛说道 我就是很清闲 那又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 哦 原来是个无聊的人呐 宣兵 不用大理他 这世上无聊的人太多 走到哪都能碰到 钟瑞回过头来 没有再去看那气得面皮发紫的牛公子 对牌桌上的盒官说道 发牌吧 就押合局了 庄瑞本来就没想着赢钱 要不然 他也不会来玩百家乐了 直接找个摇骰子的桌子 去押大小不就完事了 只是按照庄瑞从小所受的教育 他始终感觉 这赢到的钱 终归露数不正 没有通过赌诗简陋 玩古董赚的钱 画得实在 为了表示公正 许牌的荷官是不发牌的 专门还有一个发牌员 从发牌箱里取出纸牌 挨个用手中那个长尺子状的工具 递到桌上每一个人的面前 发到庄瑞面前的第一张牌 是名牌 是个黑桃漆 而庄甲是红桃五 第二张是暗牌 庄瑞掀开牌的一角 看了下 是张方片六 也就是说 他两张牌最后的数字 是个三 而庄甲除非拿到八的数字 才能是平局 再有一张牌 庄瑞抬手示意了一下 发牌员听到后 又取出一张牌递了过来 而庄甲却是不要了 掀开了他的案牌 是个桃花三 如此一来 他最后的数字就是八 在百家乐的牌面上 已经是不小的数字了 哎 怎么又是庄甲营 就是啊 我才六个点 庄甲连营四把了 真邪 下次买庄甲 没见识了吧 庄甲连营十四把的都有 撤撒什么 在庄甲开牌之后 众人看了看自己的底牌 纷纷议论了起来 在牌桌上的几个人 更是垂头丧气的 把纸牌丢到废牌箱里去了 不过还有几个人 要了第三张牌 正一脸严肃的准备看牌呢 不过一旁头散住的人 倒是有输有赢 他们不一定就是压闲家的 吹吹 吹出个三点来 三遍三遍 妈的 怎么是五点 爆了 坐在庄甲连旁边的那个人 很搞笑 将身子趴得很低 头几乎和桌面平行了 右手把那张案牌压得死死的 左手慢慢的 将牌的一角给掀起来 而那张嘴也没闲着 正使劲的往牌上吹着戏 似乎这样就能带来好运气一般 庄甲连看了一下他的牌面 两张名牌分别是A和5 要是能有张三点的牌 就可以赢庄甲了 而他压的也是闲家赢 只不过吹了半天的气 开出来的是张五点 如此一来 他最后的牌面 只能是一点 又输给了庄甲 这位先生 请开牌吧 钟睿正左顾右盼看热闹的时候 那位和他对赌的何官 开口提醒了他一句 哦 我差点忘了 钟睿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刚才只顾着看旁边那些人的热闹了 现在才发觉 整张桌子 似乎就只剩下自己没有开牌了 之所以刚才没人催他 是因为没有人跟他的合举 不过现在众人的眼神 都看见了钟睿身前的那张案牌 兄弟 我这张五要是给你 你这一把就能赚八万呢 坐在钟睿身旁的那个人 是个香港人 大约三十出头的年纪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不过刚才开牌时候的样子 整个就像一小流氓 现在操这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 和钟睿搭讪了起来 他赌的不大 刚才那一把 只是输了几百块钱的筹码而已 钟睿先开的两张名牌 牌面现在是三点 最后一张案牌 必须是五点 才能和庄稼平局 平局在牌桌上 是经常有的事情 但是庄贤何举 而又压重 却并不多见 并且庄瑞压的 又是一万的筹码 这在赌厅里 也是不常见的 毕竟有钱人 都去楼上包厢里堆赌去了 小伙子 快开牌呢 围观的人 有些按捺不住了 倒不是想知道庄瑞的底牌 在他们眼里 庄瑞这把肯定是输的 不过庄瑞不开牌 下面的牌局就无法进行了 这才是众人所关心的问题 庄瑞摸了摸左手带的天珠手链 他是真的没有看底牌 就想试试运气 当右手将底牌掀开的时候 这桌子周围 七刷刷的响起一阵 啊的声音 是我哎 真是我 庄瑞 你的运气太好了 秦宣斌看到庄瑞的那张底牌之后 显示不相信的擦了擦眼睛 确认没错的时候 不禁一把搂住了庄瑞的胳膊 兴奋的喊了起来 妈的 我刚才怎么没跟他的合局呢 阿北呀 这是事后放马后炮的 现在把牌盖上 重新让你跟你也不敢 这是吹风说风帘话的 运气 这小伙子运气好 我下把就跟他了 一时间 旁观的人群 纷纷发表起自己的看法来 更是有不少人围到庄瑞的旁边 准备跟他下一把的住 还真重了 庄瑞也是有点傻眼 他刚才压根就是乱投的 根本就没有任何技术性可言 不过赌博本来就是靠运气的 在澳门赌场里 有些手气旺的人 一晚上赢个三五十万的 也都很正常的 先生 闲家押合局一赔八 这是八万 请收好您的筹码 在庄瑞愣神的时候 对面的合官已经推过来八张 面额分别为一万的筹码 在将庄瑞面前的废牌收起之后 第二轮下注又开始了 妈的 高屎晕哪 站在庄瑞身后的牛红 也是看得木头口呆 原本等着庄瑞输钱的时候 再嘲笑他一番的 没想到 这伸手担子 居然就压中了 而且还是一赔八的高倍率 这让牛公子面色惺惺 心中十分不爽 庄瑞 咱们这一把压什么 你压什么我也跟着 秦宣兵拿着手上的筹码 等待庄瑞的下注 要说这赌博 真是男女老少皆宜啊 像秦宣兵这般性情冷淡的人 居然也兴奋了起来 这倒不是为了能赢得那几个钱 而是身在举种 不自觉的就被周围的环境给感染到了 不仅是秦宣兵 就是庄瑞身旁的那些人 也在眼巴巴的看着庄瑞 要知道 赌场这运气一说 是很邪性的 有些人往往就能连赢很多把 要说跟对了人 这些头散住的人 也是能小赚一笔的 难道 这活佛送的天珠手链 还真的能带来财运 周瑞没有回答秦宣兵的话 而是用手摸了下那串手链 这链子跟了自己也有半年多了 或许是自己赌识简陋多用灵气 而让这手链明珠蒙尘了吧 我还押何局 两万 庄瑞拿定了主意 挑剑出两枚一万的筹码 扔到了何局的投注区 在这个赌桌上 能否看透对方的牌 根本就是无关大局 庄瑞就是看看 今儿个自己的运气如何 反正这钱也是赢来的 花着不心疼 庄瑞 你没搞错吧 海亚和局 中卫的举动 不仅让周围的人看上了眼 就是秦宣兵也不理解 像百加勒这样的赌博 其实就是一种数字游戏 里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的 曾经就有一位数字天才 在拉苏伊加斯文百加勒 一晚上赢了数百万 他靠的就是精确的计算来选择投注的 一般来说 连这两把都是合局的几率 那是相当小的 所以所有看到庄瑞投注的人 脸上都显出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来 这小伙子长得不像是精神病呢 嫌钱多了 不过这些人始终都忘记了一点 精确的计算固然能够赢钱 但是赌博终究是要靠运气的 澳门赌筛子连开十八把大 那就是运气使然 根本没有道理讲的 这人不会疯了吧 还要合局 我不跟了 老赵 你跟不跟了 我也不跟 你要是再开把合局才怪了呢 这人又不是汉博 后面这人口中所说的汉博 就是曾经的赌王叶翰 在他一生七十多年的赌场生涯中 什么样的事情都经历过 别说连开两把合局 就是三把五把放在叶翰身上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赌场里的人 经常就会用叶翰来比喻一些人的举止 原本准备跟着庄瑞下注的人 纷纷摇头走开了 手气旺也不能乱点住呢 这要是跟上去 只定是赔钱 一时间 庄瑞这边的投注区 只剩下他那两个孤零零的筹码 扔在上面 还真以为自己是赌人呢 旁边的牛红像狗皮高压似的 今儿个算是缠上了庄瑞 见到庄瑞的举动之后 忍不住又开口奚落了一番 庄瑞 我跟你压 秦宣兵不满的看了一眼牛红 居然把手中的两万五千元的筹码 全部都压到了核举上 这让旁边的赌客都看得目瞪口呆 这对年轻的男女 莫非不是来赌钱 而是来赌气的 见到秦宣兵用行动 撒了自己的面子 牛红的笑声戛然而止 恶狠狠地从嘴里蹦出了一句 压吧 亏死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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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